大家好 欢迎回到《妄向编辑部》的《笑声妄新闻》节目时段 今节由我许流山和我们的新西兰二德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另外还有正向部 加上晒冷气 都需要大家的订阅 点赞 分享 最重要是多点回来欣赏一下节目 多谢大家的支持 今节回来要讲一讲 B&O女儿有 尤其是过去英国那一群 今天最恨是说人们来到放腐 或者说一些他们觉得英国有问题的事情都不行 真的 连说一些自己认为是真的话都不让人这么说 我认为是这种效应鸵鸟政策 自己把头放在泥沙里面 不想知道任何真相 是很傻的事情 甚至乎应用他们在2019年所谓反修例的时候 也订阅你底下 或者到处乱贴一些关于你的东西 甚至乎连你个人的社交媒体账号 可能就算遮了你也好 也改到鬼五马六 很可疑的事情 哎呀 看见都心惊胆战了 所以这些人如果你真的想摆一些自己看到英国的问题的话 他可能用一些假的账号 或者新开的Facebook账号 然后又说 这个账号这么新的 你还不是鬼? 你想想 这个恶性循环底下 哪有人敢拿自己的私人 或者自己一向用的社交媒体来说这些话 哪怕少到像在说曼城、Rollington、香港人村里 有些什么餐厅不好吃、求意见 有哪一家会真是叫做好吃的 这样也会被人骂是放腐或是鬼 问一下餐厅 就算香港什么茶餐厅、沙丁牛肉面、米线关注组 都会说哪里好吃、哪里不好吃、哪里会中火、哪里不会 哇 没那么厉害 英国每天都这么好吃 现在最近看到他们又在吵 牛奶都不能说 不是吧 现在这么霸道 为什么?他们是不是有什么苦衷 苦衷?就是不想别人知道英国有什么不好 但这些东西你忍不住 就是 牛奶的问题是怎样呢? 因为有些Biennoguer去到英国的时候 买超市的一大瓶一粒以上的牛奶 就说很划算喝 喝下去没有味道 没有牛奶味不香 有些人就说那你不如去订一些农场 自己泵泵泵泵泵泵 出来的拿牛奶就送到过来给你 那些一瓶瓶就会好喝一点 哇 只是讨论这样被人骂 为什么?这么不喜欢喝 回大湾去喝牛奶呢? 有时间你喝吗? 有得这么说都可以 回去喝无牛吧 不是吧 神经病 这就是一件事 我们说一说 如果去到巴克莱银行 他们自己出的数据报告 那你们还能够说呢? 能够起人底? 能够骂人什么? 这也不能够否定 没有 不能够否定 巴克莱银行出这些报告的动机是什么呢? 是否鬼呢? 放负 是否投共呢? 哈哈哈哈 我们都知道 其实这个报告最近来说 集中分析一下 究竟英国哪个年龄层的人 对于现在在生活上的上升 例如通胀 或者其他人是找工 人工又不高 叫你加工又不肯加 在这些问题下 钱不够 但是东西不断贵的话 你唯有捷衣缩食 调查一下 大家可能一般都会估计 会不会在老人家方面 就会比较容易捷衣缩食呢? 我觉得很难说 根据巴克莱银行一个数据统计所显示 原来18至29岁英国的年轻人 他们要捷衣缩食的程度才是最高 特别有道理了 因为这一质55岁或以上的 他们较多 可能在年年月月里積聚了少少财富 可能不算很多 有些的话也可以咬腦底 来维持回他们本身的生活水准 再看回信用卡帖帐的数据资料 可以看到这些18至29岁的小孩 看上去挺严重 很可憐 就是他們要減少買一些非必需的消費品 例如Apple Watch 多買幾雙鞋子 多買幾雙牛仔褲 多買幾個袋子 或者買少一些化妝品 或者買少一些古靈精怪的裝飾品 或者買些花 買些其他濕性的東西 希望能夠幫助自己維持生活水準 正確來說 要不吃好一點 住好一點 買一些實際的東西 其實某程度上都是好事 應該的 我覺得年輕人是否應該要儲多兩個錢 不過看來他們是被迫的 如果本身經濟情況好的時候 而你是節衣宿舍 縮減一些開支 我認為也是正常的 始終每個人都應該要為自己將來打算 年輕的時候再儲多兩個錢 將來老了 過的生活就好一點 但是現在不是 很多年輕人就搞到因為經濟問題要被迫節衣宿舍 這個情況就是兩回事 一種是自願性質的節衣宿舍 一種是被迫性質的話 可以看到英國的經濟狀況 看來仍然是很不成功的 再加上較早前因為疫情的問題 令到一些人在封城期間 花少了錢 因此現在疫情放鬆的時候 就要出來用錢 即使代表一點就是 英國的年輕人在疫情期間 就算花少了錢的話 他們還是儲不了錢 儲不了錢 真可憐 這樣搞不好 現在真的不夠吃 很多人都現在是 唯有省著洗 叫勒緊褲頭 代表什麼呢 英國的年輕人 本地僵土豹 他們自己的生活 都在面對這樣的問題 很痛苦 坦白說 香港的年輕人 還說要趕去英國 甚至乎最近內政部 他們都打正旗號 做了一段影片出來 讚揚這兩年多的時間 香港人如何貢獻英國 給予很大的希望 令更多人來英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那段影片的主軸 他們內政部那邊不是告訴你 你來找到食物的生活 或是見到未來的生活 或是見到英國好的一面 或是有好的生活 這樣不是為主軸 反而我們的主軸 就是一個字 自由 自由 這樣嗎 即是你過來英國 不是為了有改善你的生活 最重要的是什麼 是有自由 不會再留在一個這麼受壓迫的香港 這個主軸 就是這樣 神經病 從此可以看得到 即是 明明英國那方面 年輕人他們自己都做不到 可能你自己想一想 對呀 英國那邊的年輕人都做不到 都找不到工作 那為什麼 你來到的話 你英文又不是比他好 即是語言方面的溝通 未必可以 再加上你這麼年輕 我不知道你大學讀完沒有 有什麼專業方面的技能 都可能未必有 甚至乎 社會經驗有沒有 工作經驗有沒有 你還要和這些 當地的英國人去競爭 你行嗎 你憑什麼 憑什麼 沒錯 現在英國的年輕人 真的是水生火月 真的在受壓迫 這個壓迫是來自經濟上的壓迫 但是 這些新移英的小朋友 就覺得香港政府壓迫他們 迫到他們要移英 那會不會 本來沒有被迫 搞到現在在英國的生活 都要被迫 即是有種壓迫感 真真正正的感受 什麼叫壓迫 他們可以 其實很難的 香港再過去的話 你相信他們說 過去的話 就會比起香港好 這個是 你怎麼想 都是不成立的 因為 就算英國方面 較早前衛報 都有做了一個報告出來 十六歲到二十五歲的英國人 那些年輕人 他們對於自己的生涯規劃 或者對於未來的信心 未來究竟是否會有美好的生活 因為疫情的問題 已經對他們有破壞性的影響 因為那段時間 封城也好 或者很多經濟活動 甚至乎他們的學業都停頓了 或者有阻礙了一段 也算是長的時間 你可能說 不是很長 難道幾年 一會也不行 但對於他們來說 信心受到打擊 以及他們覺得自己滯後 或者突然追不上去 他們這一群人 失去了信心 就是失去了信心 而且連他們去到疫情之後 我們都說過 反而在這麼多的歐盟成員國 G7也好 還是怎樣 英國普遍來說 是最慢 甚至乎是未復甦的國家 最差 你看到這樣的環境下 你是怎麼會有信心 再加上轉手相 或者其他不同的社會問題 他們自己都覺得 對於未來是一種無力感 他們對於將來都看不透 看不透的話 你過來英國 你可以做到什麼呢 我也不明白 他們有一種幻想 最初可能在香港 信了一些謠言 所以才被迫 他們自己認為自己被迫 去到英國 現在就可以感受一下 什麼叫做 真是水深火熱 我覺得 將來他們會不會回來 我相信有部份 都是受不了 都會離開英國 因為 你說是否叫做有自由 在一個這樣的社會 裡面 就叫做有好的生活 沒有錢就沒有自由 沒有錢就沒有自由 不知道為什麼 很多人都好像不明白 什麼叫自由 究竟自由是什麼 如果只是覺得 一個政府會是壓迫你的話 首先究竟是什麼壓迫 說不出的 只是覺得有洗腦教育 這件事是不是真的有這件事 事實上又不像 又不是有 另外說政府壓迫他 例如透過這個高地價政策 搞到屋子很貴 買的買不起 買不起 買貴樓 你很多人自己 錢又不儲很多個 平時 有什麼就用多少就用多少 然後你買不起樓 就說政府壓迫你 這個社會壓迫你 不是吧 不在自己身上查詐不足 但反而把這些問題 壓迫在政府上 壓迫在社會上 這種看法的人 本來是很不負責任的 我看到他的年輕人都挺過分的 然後他打算 好不可以和女朋友 一起去BNO做家 我看看他過往的消費 和香港的生活模式是怎樣 當然沒有錢花 當然慘 久不久一個月 又要和女朋友 無神神去Staycation 又要在酒店吃頓飯 其實一般香港市民來說 很少去酒店吃飯 例如酒店的西餐廳 很少去那裏玩 自從Staycation 我們沒有去旅行 就去Staycation住酒店 那些人不可以 一定要去 不是不行 即是如果你住完玩完 一個星期六天 都在酒店裡 憑了三四千元 一個月憑了一萬人 都來 你看看你自己幾千人工 如果你人工又不是多 你這樣憑了 貢獻給酒店 你覺得很過癮 人家可以去打卡 你又不能去 又覺得好像不行 你用得多 然後儲不到錢 你又說香港的樓價貴 然後再問原頭是怎樣 又說是政府的問題 那就好了 然後再看政府的問題 之後 你覺得是政府問題 但其實你不想想自己的問題 又再回去 對了 2019年的時候 因為抗爭不了 成功不了的革命 所以搞到現在這樣 但你去Staycation的時候 你就不說這是暴政 暴政底下 你還可以去Staycation 慢慢玩嗎 因此當你儲不到錢 儲不到錢 亦都玩如玩靜 又看到社會氣氛 又說想買樓 看到樓價又很貴 但你之前已經付款了錢 這樣就好了 這麼差 不如去英國 再出發吧 不是吧 你這樣的小型 還說要去英國 你在香港也洗腳不抹腳 你去到英國 還要叫你捱工廠 捱完工廠之後 還要是沒什麼錢剩的 東西又貴 但又不能夠放負 又要在那邊過生活 是挺辛苦的 又不足為外人道 又要告訴人 這裏的生活 好像比香港好 又失敗不回頭 然後你可能說 哎呀不對 這裡的食物很美 很美 大哥 就算你這塊牛扒 很新鮮 很值得吃 你吃得多少 對呀 吃得多少 你吃一次 一個星期吃一餐 都可能 對部分人來說 吃得嘴巴 就算你看一看 你說英國的雞蛋很好吃 就算 說到底 香港也可以買到 例如日本的雞蛋 價錢也不是很貴 也可以叫做很優質 甚至乎買外國入口 荷蘭 德國 可能在Taste 或者Market Place 或者City Super 都可以買到類似 是會便宜一些 但是你記住 你的薪金 對呀 你的薪金 你薪金低 那你就買回一些 低一點價錢的 如果假設我在香港 我有高薪金 或者高入息的話 我的選擇就多很多了 日本的雞蛋也可以 新西蘭的酒地雞蛋也可以 甚至乎 我喜歡有蛋香的泰國雞蛋也可以 湖北雞蛋也可以 我喜歡看哪一種 也可以 選擇可能比起英國 為之多 所以那些年輕人很多 都想不通這一點 再說回 其實去到英國的問題 最慘的是什麼 剛才提到 疫情令他們失去了學習的信心 以及動力 因為懶惰了 視像 要不就是改的論文 寫作 又久了又遲了 再加上 又不能夠面對面 沒有了那個校園生活 在家裡就懶惰了 兩者 夾擊下 你是很難 會有再一次的動力回到校園 覺得讀書是給你帶來的希望 是不足夠的 所以 現在看到超過四分一 來自貧窮家庭的年輕人 都打算 算了不要讀了 開始去做工作 去找工作 你試想像一下 如果這些本地僵 英國的年輕人 放棄讀書 他們要急著去找工作 很多時候都會有機會 第一步跳回南嶺市場 沒錯 不然還有什麼工作可以做 你只能夠做南嶺 不是說南嶺不好 而是南嶺一般來說 如果你是沒有經驗的話 一開始 那個薪金是在給最低工資 為什麼呢 剛才都說了 他們是貧窮的家庭 當然要最快找到工作 當然要找最低工資 最容易 最快手可以見到 有些錢回來 其實很悲哀 你看到英國的年輕人 都不想再上學 就是這樣 但他們這樣說 又是一個惡性循環 好了 當英國的年輕人 投身了工作 這些低薪的市場 他們也看到現實 就是高通脹下帶來 原來我最低工資 是這樣的 又罷工 又這樣說 他們又體會到 現實社會的殘酷 發覺自己 賺回來的錢 都不夠用 他們的自信心 又會再一次 面對第二個打擊 即是學習 學不到 出來做事 出來做事之後 又看到 賺回來的錢 又不夠 但又回不了去讀書 那就糟了 所以也說 現在英國的年輕人 是面臨著一系列 不是一個兩個問題 是一串 不能低估的巨大的挑戰 現在甚至乎 一些英國的慈善機構 都說 在新冠底下 令到他們有生活成本的危機 再加上恐懼 年輕人方面的教育 去到心理健康 財務方面的管理 以及如何帶來一個穩定的安全性 他們自己 這幾樣都是沒有信心的 沒有信心的話 就會產生很深遠的影響 究竟是怎樣做呢 是很難的 是沒有的 沒有的 沒有人可以說出來 什麼辦法 這個挑戰是很大的 當然 這個辦法 是不是留給新衛城 我們也看得回 也可以公平一點 說一句 也不能完全地怪了這個新衛城 我們看到當時 Boris Johnson 這個彈散 這個金武裝 多喜歡出風頭 搞了很多事情 其實都是 只有樣子 好看或者生悲 接著 Listruss想著幫他 收拾這個爛灘子 誰知道 想了一個 謎理的財政預算案 誰知道更糟糕 這個炒了車之後 到了新衛城 就好像有一種 臨危壽命的效果出來 行不行呢 話說 你看到這幾個月 當然不行 不行的 沒那麼容易的 現在新衛城都很慘 我看它的款式 很多東西都不行 又有罷工 通脹都還是很高期 那可以怎樣呢 嚴格來說 也不是新衛城的錯 因為他上任的時候 就已經成了爛灘子 這個爛灘子 是很難收拾的 什麼時候才能收拾到呢 真的沒有人知道的 不只是英國有問題 全世界都面對類似的問題 不過其他國家 我們在說 歐洲其他國家 表現 尚是比英國好 那才大制 是嗎 因此 現在還有些媒體 甚至乎 叫你過去英國 尋找新生活 不要再在香港 受到壓迫 又說什麼 剪押香港的民主 又說什麼 47人初選案 令你看得到 香港的真面目 又說無法無天 總之說這麼多 不用管這麼多了 47人初選案做過什麼呢 自己張開眼睛 看看他們在整個初選的前前後後 做過什麼 心知肚明 是否做了一些違法的行為 還是沒有違法的行為 是強行屈他們 自己撇開政治立場 認真看一次 就知道 現在處身的社會 究竟發生什麼事 希望年輕人 真的不要那麼衝動 要過去英國 本地 他們自己 那些年輕人都搞不定 你憑什麼 可以贏過他 甚至乎可以叫他 生活穩定 即是他們自己都覺得 即使上班 不讀書 還是怎樣都好 都是不夠錢 那為什麼你們可以 除非家人給你很多錢 除非家人給你 拿夠錢過去 其實你也是 沒用的 你的夠錢會用完的 你的現金樓 其實是向下跌的 同意 就是這樣 沒有辦法 那好吧 我們今次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